好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晚上呢 今天这场课呢 我讲讲这个继续 讲我们的八字课程 叫做命生本气 身体好 一般命生本气这人呢 身体非常好 生命也很长 那什么样的人叫做命生本气 什么样的八字 身体会非常好 命也很长呢 叫做命生本气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是活命的人 你身在火月 月令是不是帮你 正好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绝对好 看一下 比如说甲乙命主 生于银毛月 甲乙木 是不是 他身在银月和卯月 是不是银毛都是属木的 命生本气之月 月令的力量又是最大的 这个时候他的身体 绝对是杠杠的 不出什么意外 他这种人的八字呢 一般命就很长 一般寿命长 身体好 比如说丙丁命主的人 丙丁命主的人 生在四五月 丙丁是不是火 四月和五月都是属火的 得月令 这叫做月令和你是一体的 和你是兄弟 所以说这种人呢 身体就非常的好 一般精力很充沛 在我认识的这种命生本气的人 当中 他们一般大多是身体 非常的有精力充沛 有些人一天睡个五个小时 就够了 而且一天到晚非常的活跃 有力量 因为身在本气之夜 先天力量就非常强 比如说 更新金的命主 生于身有月 更新五行是属金 他身在身有月 身有五行也是属金的 月份的气和他的 本命的气相同 所以这种人身体绝对好 然后就是认鬼命主 生于子汉月 认鬼属水 子汉也为水 水命生在水月 那绝对的 身体绝对好 物己命生于丑 臣未须月 物己属土 他身在丑 臣未须 丑臣未须 五行也是属土的 土命生在土月 身体 那就绝对的好 来这个是 这一个 这个是这一个 让我给你看个案例吧 简单的举个案例 手续下 什么人身体好 什么人身体不好 这个人身体好 极土身在紫月 这个人得不得月令 这个人没有得月令 少一个得月令的 这个人 这个人 极土命对不对 身在尘月 身在穷 尘月是不是身强 身强 身强 很勤快 为什么勤快 因为这个人身强 力量强嘛 所以他到处跑嘛 很红月嘛 但这个老八字 为什么没钱呢 没钱就是另外一处了 他身体是绝对可以的 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是不是身强 他是鬼水命 水命生在水月 水命生在水月 又有润水 结财 帮身 这个身体绝对好 身强 绝对是身强 身强 如果财又旺 那肯定就是 得到这个财 就是发大财了 这个 再找这个案例 看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 极土身在 丑月 土命 身在 土月 这个人身体 一定是还可以的 身体不错 有比解放生 他有身强的 这啥 身强 八字命成 这八字是命成 好了 这个案例看到这里 来咱们继续 教授大家断命的天龙八部 上面第一部 就是看日主时代 之前看到的性格特征 十种命 第二部呢 就是名作下十神 贴身之四 内心代表一个人的内心的心性 代表他内心的想法 也代表他终身所属 环境 也代表着他的婚姻 婚姻的状况 算命第三部 定日主旺衰 但他是身强还是身弱 第四部 取洗净用神 取一下 他洗什么 记什么 然后用神 第五部 变命主 变命主 命格 看看这个命主的格局怎么样 有没有形成格局 成格了 一般比没有成格的怎么样 成格的比没有成格的 一般要更好一些 对 第六 茶路 就是神杀 第七部 动四主 攻王 第八部 断运 永远 成败 这是断命的 八个步骤 然后呢 每个时尚对应的天地 资产能量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对应的 时尚生效的活动 也会不一样 所以呢 会影响人的 影响人的 个性 影响人的内心 的心性 会影响他相对应的 性格特征 如果一个人呢 大家想想什么时候出生的 就是讲吧 如果说你是子时出生的 子时 子五毛 有是不是四正呢 地之四正呢 还是很纯的 气很纯 那么这个人呢 纯真踏实 个性就会比较早急 说话比较坦率 容易导致误解 有点顽固 不容易沟通 依经自己定暗之间解 很难去改变 这文呢 就比较 怎么样 比较真纯 比较纯 比较真 这是子时出生的人 那么丑时出生的人呢 丑时出生的人呢 经过 也是一个努力性的 牛嘛 丑牛 牛是不是非常任劳任怨呢 耕地呀 很勤奋啊 努力性的人 内心 诚实 独立 性比较强 有耐心 但是呢 有点内心 有时候可能会 凡是能够在自己 切而不舍地努力 下风轻化解 很勤快的 说牛的事 那么丑时出生的人呢 丑时出生老虎嘛 老虎是不是很活泼 老虎是不是跑得快呀 所以这个人呢 比较活泼 性格方面 很活泼 善于交际 对事物的敏感度 都比较高 能熟虑眼前 所尽心之事 经判断未来性 对自己的利于不利 或所尽心之事 无法与自己合一 会一来 绝来 中途放弃 老虎是不是非常决绝的动物 第四个 毛时出生 毛时出生的人呢 一般个性开朗 心地善良 相当的乐性 且乐成 能常能 无忧虑的 主动去帮助别人 兔子嘛 是吧 兔子 小兔子 很可爱 也善良 对不对 本性只有建议 此前的特质 兔子呢 做毛友 也是桃花 是不是 桃花 所以说呢 遇见帅哥 就建议此前了 第五 诚实 诚实出生的人呢 容易出现什么呢 耳根子软 诚实嘛 稍微实践一下 但是脾气也暴涨 但是多说两句好话 大家好办了 知道吧 诚实的人 就多说好话 就能搞定 努力 多识 但是呢 是个个性高傲 顽固 自以为是的人 自以为是 所以诚实出生的人呢 经不起别人花 花两顿就完事了 嗯 好了哈 这个是十二十神啊 对应的 出生的 这个十神的情况 嗯 来讲讲十神啊 赵明是不是第一部 看瑞祖时干呢 第二部是不是 明坐下十神呢 嗯 第三部呢 去听瑞祖公司 好 来看一下十神 今天给他讲讲十神 把这个十神的吃吃点 有点多 有一点点多 十神为祭的情况 讲一下这个十伤吧 好吧 嗯 官杀为祭 为祭的情况哈 如果一个人的七杀 和正官为祭的话 八字道他为祭 那就是无目无目 十分啊 胆小话是不讲规矩啊 又胆小又不讲规矩 有可能会啊 两面去 女命不得良福 嫁不得好老公 事业不顺啊 呃 为官呢 这容易丢官或者牢狱 小人比较多 如果是女人呢 就容易被男人给拖累了 关心为祭的钱 第二 如果这个人财心为祭啊 财心为祭的人就愚钝赚不到钱了 不喜欢财嘛 就留不住钱容易被骗嘛 男命不得嫌弃 老婆飙悍 严重有货亏或者离婚之兆啊 容易被人借钱不还 投资亏损啊 命中呢 与财无缘 财心为祭了 那你得跟财富的缘分就钱了嘛 第三啊 时尚为祭 时尚为祭呢 身体容易弱啊 身体虚弱 时尚也代表一个人的脑子智慧啊 代表一个人的技术啊 这容易说话不过脑 容易懒惰啊 时尚也代表你的身体 时尚为祭就为所欲为啊 控制不了身体 然后呢 就容易抑郁 不开心啊 有才华 发挥复出来 女性容易掉孩子啊 不得子女之好 偏激且偏近啊 后来啊 脑子容易出问题就是啊 如果是说一个人笔杰为祭啊 笔杰为祭 他就小人多了啊 笔杰杰为祭嘛 就容易被人骗 或者借钱不放啊 被打击 或者说配偶被人撬走 也代表说呢 为了人嚣张固执 得不到兄弟姐妹的帮助啊 笔杰为祭的时候 有时尚 时尚伤官 此而思考能力下降 心烦意乱 在学校呢 遭校员暴力啊 笔杰为祭写八字 有七尚正观史 有小人阻碍啊 生也会受阻 那这个时候呢 自律性就比较差 有桃花 笔杰为祭的八字呢 有正偏财的时候 财运会下降啊 笔杰嘛 笔杰是你的兄弟姐妹团队啊 是不是 这个是你的祭神 那么就怎么样呢 笔杰自己吧 兄弟姐妹呢 祭神的话呢 就会对你的财运 造成不好的影响了 最后下降 第五个 硬心危机啊 如果一个人八字 硬心 硬心是不是主头脑 硬心是不是也主智慧 也主贵人 那硬心危机 是不是贵人就少了 记忆力就差了 反应就慢了 孤僻啊 甚至容易慢性病 小人多 严重的 硬心太多的人 容易出家 或者说 硬心也代表父母 长辈对不对 感情不好 家境平衡 不得贵人相助 硬心多 硬多自私 硬心多的人比较自私 喜欢享乐 这是这种情况 讲了一下 时辰的喜剧情 危机的情况 行 那这些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